不管以前再怎麼舔貢的 這個時候你才會知道 家財是最溫暖的地方 家財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就傳出有一些 一人逃回臺灣來了 那這兩天最受矚目的 就是張廷和林瑞陽這對父親 問題是他們真的逃回來了 問一下敏寬 目前是不是確定逃回來 不知道 但是可以發現原來去中國大陸 真的從無到有一千五百億的臺幣 這個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先來談最近市場上 大家都一直在說 張廷逃回臺灣 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正在打共同富裕 所以很多工作室殺殺殺 為什麼呢 付稅問題 那張廷他旗下工作室還挺多的 總共有幾間 總共有九家公司 總共有十七億臺幣左右 據傳他正在撤退 但是是不是有呢 不曉得 但我們就不得不說 哎呀這真的神啊 林瑞陽跟張廷 他們居然去中國大陸 短短二十年的一個時間 從無到有 他中間破產過 中間破產過 中間破產過 來我把這件事情快速的說一下 林瑞陽其實非常帥 又高又帥 臺灣羅東人 他過去叫臺灣第一小生 也是瓊瑤的第一子民 可是後來兩個人一起拍連續劇 拍啊拍的拍出火花了 林瑞陽他跟他的前妻離婚 講句簡單的就是拋家了 老婆也不要小孩也不要 就跟張廷在一起了 然後兩個人一起到中國大陸去奮鬥 一開始想說要拍戲 可是拍戲想一想 中國那個時候在最好的時間 所以他跟剛剛許家印一樣 他也是做房仲 也是做房仲 做到破產 做到破產之後怎麼辦呢 一大堆債要還啊 他突然間發現中國 他們正在整個往上走當中 非常強大的一個所謂的消費力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的叫做什麼呢 他做的叫做直銷 但是不是臺灣的直銷 他叫的叫做直撥帶貨兼團購組 那他的直撥帶貨兼團購組呢 那時候最重要的關鍵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找到了一個所謂的必殺武器 你知道很多臺灣的女生都用過日本品牌的 所謂的那個SX2的產品對不對 那個產品在日本在臺灣賣很貴 可是他原料在中國大陸做 做完之後呢 他就去找到這些呢 他就說我的產品價格只要十分之一 但是效果一模一樣 你說對這些所謂的中國 心情向榮的這個社會 有吸引力啊 超大吸引力 先說跟各位說多大的吸引力 你內洋就在前兩年 兩夫妻真的也膨脹了 真的也驕傲了 前兩年他們把中國大陸當時在歐洲 派駐在中國大陸最大的一條叫量子號 他把他包下來 他先包下來 他先發好語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花了五千萬人民幣 我花了這五千萬人民幣呢 把這個整個船包下來 就是要讓大家開心 為什麼要讓大家開心呢 這個是當天的景 林瑞陽在這邊 張婷在這邊 這個是他的閨蜜叫桃紅 這個桃紅很重要 我等一下再來談桃紅的角色 他把他包下來之後 他就說你們啊 都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一個家族 都是我們財富的一個支柱 所以呢我總共請了五千位 百萬為商 上遊艇吃喝玩樂慶祝大會 五千位 百萬為商 這裡面五十億人民幣 五十億人民幣這一趟 沒有 代表五十億人民幣的銷售 代表五十億人民幣的銷售 那各位你去想喔 賣化妝品的 那個利潤多高啊 很多小產品 你不要看他幾十塊 一百多塊 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嚇死人 累積到多誇張呢 他有錢之後 有一次他跑回臺灣 林瑞陽跑回臺灣之後 那時候臺灣房地產正在兴旺啊 他居然去去去看到內湖 某棟商業大樓你知道嗎 他去 然後人家就說你要買幾樓 他就說 現在喔 林Sanity正在紅 林書豪最紅的一個時間 他就說林書豪的背號十七號 我就要買十七樓 你知道有錢喔 可以任性任性到這個地步 那我們說他在臺灣買房地產 買商業大樓買十七樓 這只是一項 另外一項更任性 我們來看喔 張婷跟林瑞陽 他們在黃埔江 先跟各位說喔 上海黃埔江邊 那個可是最貴最豪華的金融區 是啊 整棟大樓買下來 整棟大樓買下來 真的買下來 知道我剛剛有跟各位說嗎 這個桃紅除了是閨蜜之外 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司幹部喔 你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嗎 他說有這種好友 真的是三生有幸 張婷把一棟大樓買下來之後 他就說 我的朋友他們也在做生意啊 所以呢 台幣七十二億 這棟大樓買下來 一層分給他的閨蜜桃紅 另外一層分給他的好友 就是我們臺灣出名的那個民道 一層分給民道 開公司 哇誇張吧 誇張欸 各位到這邊你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再來要進入更誇張的一個地方 真的是貧窮限制了我們的一個想像 那時候他們開始有錢了對不對 在上海最好的地段喔 買下的房子 聽說有三層 有三層一層才大概五百坪左右 然後他們進去呢 他們每次到都跟朋友說什麼 你知道嗎 你第一次來我們家 你要對得好喔 沒累 沒練迷路 第一次來我家走好 不然你會迷路 你要跟我要跟好我會迷路 我們先來看喔 這個是大門 大門進來之後 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中庭 中庭還有樓欄喔 哎唷 單單這個鞋櫃 很多女生看到了會流口水 為什麼呢 這個鞋櫃 每輪每換 上面可以放五百雙鞋 好扯喔 這個扯扯 後面還在這邊的 各位 你去看客廳 這個客廳是現在 中美歐洲最流行的 叫做內外合一 為什麼呢 這樣沒有通透 代表外面全部都是美景 外面全部都是美景 然後一層五百坪 聽說總共有三層 這邊花了 也是花了台幣好幾十億 那之前呢 還有一個傳聞 這個傳聞我聽一聽 不知道要怎麼說 因為理論上來說 為了好的教育 你不能夠這樣講喔 根據報紙的一個記載 有一天林樂阳 他跟傻嬌 他就說 哎呀老婆啊 我身上都沒有錢 你要一點零用錢給我啊 結果張婷很忙 為什麼 張婷又要負責 產物又要負責會計 又要負責跟團主做聯絡 又要負責整個 所有的錢的一個交易 張婷直接跟他說 哎呦 我們家的保險箱多的是錢 你就自己拿啦 你就自己拿自己拿就好了 各位 這個是報紙說的 但我認為 我認為一個良好的教育 因為他們的小朋友很小 他們兩個在一起才十年 所以他們的小朋友還不大 但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說人怕出民豬怕肥啊 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七十二億上海買大樓 臺灣買大樓直接說 哦林書豪的背號幾號 我就買幾樓 上海的豪宅很漂亮 然後呢整個保險箱都是錢 不殺你殺誰啊 真的 不殺你殺誰啊 所以一千五百億的身家 現在也要共同富裕嘛 但是就在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我認為張廷來到這地方 他發現了一道曙光 哦 這道曙光是關鍵的幾個字 你知道是幾個字嗎 堂堂正正中國人 為什麼呢 因為張君祕就這樣講嘛 然後目前呢 有兩個人被平反啊 張君祕被平反了 小S也被平反了 所以呢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學學榜樣嘛 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這是這兩天的消息哦 他們說什麼啦 他們說張廷四十億人民幣的 他就開放給大家去看哦 而且呢後面跟著全部都是記者 你們任何人想看都來看 這是過去我們家軍機種地 然後他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出來他說什麼嗎 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要恢復直播 我們要開放帶貨 讓大家所有的團組 通通都回來 所以呢 第一個 他可能現在要先洗白 然後呢開倉任拍 一百七十二億臺幣 倉庫展示力 但我看一看 哎呦那個東西有夠便宜 我剛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那個SX2的在臺灣 動輒八千塊一萬塊 那邊呢人民幣88塊 活酵母拍二發三 你只要買兩瓶 我送三瓶去你家 這能插嗎這 人家賺一千五百億 他是有道理的